介紹相對坐標 就是增減量XY的坐標畫法 那首先的話呢 我們也是一樣 要畫出一個像這樣的三角形 第一個我們指定第一點 接下來的話呢 我們如果說 要往上畫 畫到第二點的話 它的坐標就是 60 這個X軸的話是60 這裡的話 從這邊到這邊X 是增加60 往上的話呢 是增加30 所以這一點的話 應該是60 豆點30 那我們的 這個X增減量法的話呢 記得要前面加一個小老鼠 小老鼠 那往下的話一樣 往下 X軸是增加0 所以是X 一個小老鼠 0 然後往下的話呢 是 負30 這樣的話就可以完成 所以 X軸Y軸 那最後的把它Close 這樣就可以 好 我們來畫畫看 再來的話呢 我們就直接在這個 輸入 x 60 60 豆點 30 豆點30 Enter 再來的話 往下 再來 x 一樣 那x什麼呢 再來就是 0 豆點 負30 Enter 再來的話呢 按一個C Enter 這樣的話就可以 畫出一個 這個 增減量的x法 再來的話呢 我們就 講 第二種這個 相對座標的畫法 叫做距離角度法 距離角度法 3 8 9 9 10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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